星期五的QA時間 新年那段時間累積了 大家休息 今個星期我們做兩節 回答多一點問題 上半節我和Colin 但Colin因為要賺錢 所以下半節轉到Joey出來 現在先和大家回答 第一題 Jarlene 不好意思不懂你的名字 因為英文很麻煩 這位朋友說 之前我們也有回答他的問題 現在買了6D2 還有買了24105第二代 應該很滿意 無視新機的資料 有些清心寡慾 也很好拍照 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鼓勵的 我也是用這套 因為我覺得 尤其是很多新鑑學拍照的朋友 轉了牛角之類 一想就要最好 有些東西要齊全 反而我都會希望大家 買到足夠自己 那一刻就足夠 就不用再想其他器材 然後一直拍到你習慣了 或者你開始有其他不同的要求 或者是拍不同的題目 發現手上的器材不夠的時候 才再考慮買新器材 或者背景 其實是會更加好的 證明你自己有進步 反而你什麼都不會用 但是有十支鏡 有十支鏡 幾部機器 但你全部都不知道有什麼用 其實是沒有意思 不過這個題目是 因為這位朋友拍攝人像的時候 可能聽我們之前說 什麼神聖八十五那些 有廣角客 就問15mm焦距問題 為什麼他們會說 85mm焦距影人像的面部會特別平 因為他們都明白 因為他們都明白 當廣角的時候 人的臉 如果用廣角鏡拍攝大頭 那臉皮就會很誇張 臉皮很軟 他都明白這些原理 但是就不明白 為什麼反而去到 長一點照鏡 85mm之後 那些就會變平了 所以想我們講多一點點 Colin你有什麼意見 首先是相機和避攝題 相機和人 拍攝人的距離 影響了透視和立體感 其實是的 因為剛才說的 為什麼Y鏡和長焦距不同 就是Colin這樣說 大家都是拍攝大頭的時候 Y鏡要走到很近拍 長焦距鏡要拍攝遠一點 所以首先不是鏡頭焦距影響一件事 首先是角距影響一件事 不同焦距 就是不同焦距 Y鏡之類 就是說 當你長焦距的鏡頭 你拍近一點的東西 和遠一點的東西 比例 是會隨著焦距不同而改變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透視感的問題 拍攝人像 用Y角來說 就是為什麼近拍攝的時候 鼻哥和耳朵 或者面型 其實相對鏡頭的距離 比例上的差距是比較大 是的 所以你會發現 鼻哥會變大了 因為鼻哥很近鏡頭 但是面型就沒有那麼近 因為這個是計距離的比例 就不是計實際距離 比如說大家都是1米和1.1米而已 不是這樣計算的 反而你用長焦距都是拍攝大頭的時候 其實比例上 鼻和鏡頭的距離 和面和鏡頭的距離 其實比例上是接近的 所以 就會出現了 比例上 它們就會拉得很近 所以你的感覺就會變平了很多 這個就是透視的問題 所以 為什麼說85mm焦距 之前我們都提過 85mm焦距是人像鏡 很多人都覺得 用來拍攝本身大頭是對的 但是記住 這85mm焦距是人像鏡 這件事 是由外國人去定義的 因為大家都明白 外國人的面型 一般來說 跟東方人是有些不同的 非常立體 是的 外國人比較立體 東方人一向都比較扁平 所以 如果85mm 在外國人來說 是很適合拍攝人 大頭照片 尤其是他人 其實 在東方人其實是未必對的 當然 如果你找到一個輪廓好心的東方人 其實是對的 但是只不過是一般來說 所以 我覺得 就算 大家學習攝影的時候 有些事情 理論是這樣 但是 都不可以一本通書看得到老 要當回當時的情況 根據當時的情況 變通才對 我學攝影時 學攝影期間有留意 當時和日本相片很多 現在也有很多 現在也有很多 有很多相片的例子 照去光線粉末 其實你留意到 日本其實用50mm 其實都多了 是比較多的 拍攝女生 所以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用50mm來拍攝亞洲的女生 就會不同 會好些 但是都是那句 不可以一本通書看得到老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接著 Jarlene一直問下去 最近有朋友打算 可能被他哄到入坑 但是他自己 除了Canon的機器 比較熟悉之外 其他牌子都不太清楚 希望我們給他一點意見 但是 他的朋友主要都是 會拍攝家裡的貓 和人像 預算方面 雖然他沒有提過 但是他有提過 想買77D或80D Kip Set 這個價錢的預算 大概都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 這個 我先給一點意見 我覺得 其實 因為你自己都用Canon 如果你打算和他一起玩 其實最好都是叫他用Canon 沒錯 從來我都覺得 首先 你買什麼牌子相機 第一樣選 一定是身邊朋友 是的 因為當你有什麼問題 要遇到的時候 可能偶然有些鏡頭 可能偶然有些鏡頭 以為原來你買了 我都可以試一下 對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是的 所以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既然他選擇這兩部 其實你都是對他買這兩部 是OK的 即是其中一部 Colin 你是不是都差不多 差不多想法 還有 有時 除了APS鏡 即他用APS鏡 如果這些全鏡頭 可以用 亦有另一種體會 可能他 如果他試完 20405 他很快就換機 速度消費 不錯 是的 不過我覺得 如果這兩部機 如果你叫他買 即他打算買KIT鏡 最好都是買一支 181355 是的 對初學者來說 變焦範圍比較大 會比較好玩 尤其是他想在家裏拍攝貓 你不用自己追得那麼辛苦 或者貓跳來跳去 既然大家都初學 提到一個提示給大家 嘗試盡量 尹家智黏著貓的焦距 拍攝一個星期 或是一天 你便會看到 逐個焦距這樣 變焦來拍攝 你便會看到 如果你用心思 停下看一個星期拍攝的照片 你便會看出自己 對什麼焦距的感受 好一點 而且你喜歡用什麼焦距 比較多 到時可能再換鏡 你便會多一個指標給自己 OK 下面再說話 我覺得 不太適合 就在這裏說 總之 就是 享受 所有事情都是 OK 下一題 小明小明 少少明 跑得很快 剛剛買了一部HR2 想問一下 有什麼鏡子和這部機配搭 它已經有支85G Master 24240 還有賽斯1635 即是Sony的賽斯里布 另外再問相機的機械和電子快門有什麼分別 不如Colin你給一下意見 其實相機沒有適合什麼鏡頭 最主要是HR2 也有很大的介紹度 其實你喜歡放大相片 沒有關係 但其實你再看下去下面的鏡頭 其實都很齊 彎角也有 天涯鏡也有 人像鏡也有 其實都沒有什麼 最主要是想 然後再主題拍些什麼 我可以加一些 我也是建議 你喜歡拍什麼 就是加斯定焦鏡 負擔未輕一些 又可以拍得開心一些 機動性為主 我覺得 從來身體和鏡頭 是應該要分開想 不需要 當然 如果你是喜歡問相 就可能要考慮 那支鏡頭的解像度 適不適合這部機 這是我覺得唯一 是一定要想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當然是比例 如果牛龜這麼大的鏡頭 但是機器好像很低色 你拿起來就不方便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 如果你駕駛A7R2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可能都喜歡問相 你有的鏡頭當中 我覺得可能 Y-Angle 可能你就需要升級 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 沒有什麼這些問題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喜歡什麼 或者你有什麼要求 其實就不需要想那麼多這些問題 還有現在都足夠 對 現在都足夠 我覺得玩到 真的好像剛才答的問題一樣 玩到有一天 你覺得 你想拍某些類型的相片 你手上這些鏡頭 這些鏡頭 完全拍不到 你才再考慮 究竟換機 或者加鏡頭 這個才是 我自己覺得 這是我的意見 另外他問機械和電子快門 有什麼分別 我只想回答機械快門 可以跟閃燈會閃 電子快門 就不會跟閃燈閃 而且比較靜 為什麼可以回答 其實這兩件事 我們要回答 可以很長篇大論 趙家為喜歡 問相 一問便會分 簡單一點 在這裏講一下 其實電子快門 簡單來說 它沒有閃門鏡 就是直接用感應器 自己控制 然後就拍 還沒有聲 所以可以做到 所謂的靜音閃門 因為它拍照 你都不知道 因為感應器移動的時候 你不會有聲音 反而有閃門鏡 即是機械閃門 有閃門鏡 就一定有聲音 因為機械的東西 它會用 但是為什麼都會分 這兩個 既然那個靜音 為什麼不用那個 主要就是現時 以現時來說 就是這部機 這部機 大部份數碼相機 用CMOS的數碼相機 大部份是民用版 電子快門 拍出來的質素 還是跟機械快門 有差距 當然 為什麼會有差距 這裏我不太詳細說 因為真的 很長篇大論 有差距 要改上來 也要找Joey來問 看看出事 也有剛才Colin說的限制 就是大部份是機械快門 你才用到閃光燈 大部份情況之下 很多機械都是 所以暫時都有這個分別 視乎你自己的需要 因為電子快門靜音 對有些人來說是好的需要 例如我有個朋友 他會拍一些功能 即是舞台表演 你如果在那裏 噓噓噓噓噓噓噓的聲音 會影響到別人 所以他一定要靜音飯門 才可以拍到 分別是這裏 下一題 這位朋友 我更加不懂 KOHL 我更加不懂 不好意思 想問一下 警深計算的方法 例如拍一些一旁人的照片 例如分幾排 究竟應該用多少光圈 尤其是在很暗的環境 收光圈太厲害 不夠光 在這情況下 對焦是否應該對正中間的主角 通常最主角最重要的人物 一定是正中間最前位 是否應該對著他 有否很簡單的公式可以計算 想我們教一下他 另外問一下 當相機用中央對焦的時候 很多人用中間對焦 因為大部份相機中間對焦 對焦都還是最敏感 對焦 對焦就重新構圖 然後發現原來都會移動 那怎麼辦呢 因為他自己也試過 不只是這個問題 有時用側近的一點點 但因為你也不可能 每次都一定很適合 構圖的對焦點 就在你那個位置 就是需要那個位置 你動了一點點 他都發現好像會不對 所以想問一下 這些可以怎樣做 不如說到第一個 你平時拍攝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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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照片 有跳雷數碼 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現在很容易移動 按一顆 就已經放大100% 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對焦點在前後 差很少 其實就已經導致到 左右或中間的人 其實相對 意思就是 很多鏡子做不到 做不到 全部都可以修景深 會塞很多 而且平面是一個橫的直線 拉出去 很多鏡子都未必做到 其實越彎的鏡頭 那個弧位越厲害 因為大部份鏡頭 實際對焦準焦位 不是一個平面 而是弧形 理論推算下去 就是盡量用長焦鏡來拍攝合照 但當然香港的環境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 而可能拍攝 非洲年代 我通常用50來拍攝合照 即是二十人闊 我盡量都有 都用50來拍攝 其實效果十分之好 而且是足夠的景深去做到 不要以為是長焦 50是沒有的 但因為你一排人 直線拉出去 是收光是收到的 50mm 但到現在數碼 我試過了解過很多問題 就是很容易就會失敗 某一個人或某一個邊位 所以我試過十多人之鏡 都不能夠做到 當然在我工作 已經十多人 不能夠讓你有時間去計算 還有人來之前 你也計算不了 人們如何擺放 找不到人去試位 這是要你習慣的 這個習慣 你拍攝這次的工作 可能出了少許事 下次你改變少許 對 所以用公司去計算 其實也有可能錯 因為每次對焦 可能差一點 就會導致某些人勾付 唯一解決方法就是 有幾樣東西 要這樣先進 可能要移動焦點 隔一張照片 來重焦點 但如果拍攝人 就不可能 有很多方法 例如三張照片 前移對焦 其實有很多相機和計劃都可以做到 但如果沒有限制下 只要一張照片中 最重要的人就要殺他 一定要中他的焦點 放大來對焦 也要 然後拍一張照片 只要中他 其他人可以不重要 其實其他邊位多數 如果真的工作的時候 確實是 最邊位的人 確實是由他矇了少許 其實他講得對 用中間來對焦 是最正確的做法 因為光學來說 中間一定是最正確的 旁邊 因為我試過某幾支鏡 是這樣彎 對焦點是這樣彎 和這樣彎 每支鏡都不同 鬆了車子和歪 是會有前後分別的 每支鏡都有分別的 Canon Lake和Sony 都是有分別的 所以很難做一個準則 我也分享了少許 因為我以前幫一些店舖 拍攝分攝的時候 那時師傅有教 如果你有去到三、四排 那麼多人 一排當然 一肯定是計算中間的 但當你去到三、四排的時候 通常對焦 是選第二排的人的中間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你都說 有景深可以幫助 有景深這方面幫助 其實還有前景深 對焦後面那個 後一排人的時候 其實前面那個相對 都會沒有 雖然未必是完全鎮定 但都會雖然有個泡 反而後面會夠多了 會 還有左右 剛才也說過的狐偉 其實那個狐偉 對焦後一排 整個狐偉都向後退一點 其實都會有少少幫助 還有現在的機器 高位數 其實很多都很好 盡收光圈 不過就留意多一點 所謂盡收 如果它很光 你都不要收得很小 這個又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有妖射問題 通常可能現在大部分 有一個新款的鏡頭 可能11光圈已經 11光圈很盡 一收16 它簡直是 連中焦位都不鎮定 有些鏡頭可以去到 所以這件事要留意 另外 可能都是對焦方式的問題 第二題 Colee你怎樣解決 對焦方式的問題 都是放大對焦 你要中那個人 直接中那個人就有他 收光圈 那就100%穩陣 就像剛才所說 對第二行 收第一行 其實我都試過奧布 所以我都是穩陣的 你說的方法 是比較適合Live View做 即使你用Canon White的Nikon 你可能都要按入Live View 然後放大你上 我這樣做 好像五年前 用Nikon 都是Live View對焦 就100%穩陣 即是如果你這件事 你去到一定要 一定要適合 有些事是另一個分別 其實從來拍照都是 除非我們做事 沒有時間等我們 如果當你的事 是有時間等你的時候 對焦準確肯定是先行的 永遠都 因為主體一不調整 就整張照片說什麼都沒有用 除非你整張照片都不調整 再說明明鎖眼 對焦衣服 其實那些很多是相機 自焦焦 認知知識的問題 譬如有些衣服 譬如有些衣服 很明顯知識 可能不會對眼 會認知這件衣服 可能你框著眼 但其實是在這裡 很多情況都試過 都會有 有不差的 有很多相機和鏡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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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雜廠鏡 很容易 又不差 所以這些 自己就要執照 自己實踐多些 是的 原來他最後還有 不好意思 他還問 其實你剛才也回答了 拍群體照 就是剛才說的 多人 原則上都是用標準鏡 也有人說 可以用廣角鏡 會否影響邊角位問題 遠近大小 即是近大遠小的原則 近大遠小 其實你合照 也不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最近發現的問題 是 尤其是邊角 對不倒焦 尤其是Zoom鏡 也有很大的問題 在QC上面 尤其是在品牌的數碼 是很大的影響 我試過幾支鏡 可能有時候買 幫朋友買二手鏡 試過五支 左右邊角 上下左右 都會不同 濕與不濕 所以其實 是很難做的準則 是 也是 還有你所說的 其實可以用廣角 其實我覺得不是可以 而是 當你那個地方 只有這麼多位給你 尤其是香港環境 給你拍攝的時候 人是一大盆 但是你的心度不夠的時候 你無法選擇 都要用廣角 還有請這些朋友 不要站在旁邊 站在旁邊 站在旁邊 我就會扯得更快 沒錯 你所說的 K扁 其實有可能是透視變形的問題 去到最旁邊的人 會扯到變形 所以盡量都不會拿到最角 留一點空間給他們 但是 都是那句 有時候你無法選擇 你都要這樣用 但是 拍到好 總是好過拍不到 好 最後 第一節最後一題 5121024 問一下 有沒有聽過定招用長招 他在細光圈的時候 成長反而差過標準變招的例子 下面他提了一堆鏡頭 他都發現有這個情況 想問一下其他牌子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還有想請教一下我們 如何選擇細光圈成長好的鏡頭 這個問題很深入 他還說什麼 不相信DXO 真的 有時候你自己落手在腳趾 不要相信 我剛才也說了一個問題 就是 現今的QC是影響很多東西 不同以前 現在的數量量大很多 QC去不同的地方做 QC都影響很多東西 我不說這些 實際看到的東西就是 長招短招的成像問題 其實是沒有關係 可以放在一起去比較 其實以現有我們認識的 修光圈出現的問題就是什麼 你剛才說的 妖射問題 妖射其實是來自什麼 來自光圈的孔直徑 以及光血液的厚度 如果越接近 就會越容易出現這個問題 那些可能有些書 有些書 有些圖片 才可以詳細解釋給大家 不關哪支鏡 哪些招矩事 但是普遍我們現在都 近一 我們成立以來 都跟大家試過很多鏡 其實我們都發現 大部分鏡頭最漂亮的光圈 都是大概收到一級 你進去兩級的位置 慢慢就會向後跌 就是越收得細 它的質素會越來越差 甚至乎很多 你收到 我們看到很大部分 收到16 所以這就是妖射的問題 但是這個 是關乎於現有 新鏡頭 大部分的設計 都預理大部分人 買得這麼大光圈 你都是用大光圈那邊 所以他們設計上 就會這樣遷就了 反而就是以前的鏡頭 它就反而如你 最大光圈都是給你的 我的鏡頭後面那些都很重要 所以反而舊款的鏡頭 就反而收到光圈更漂亮 是的 但是這些就很難 可能回答你後面的問題 其實如果沒有試過 其實你真的很難去知道 究竟它收到光圈是否漂亮 因為即使你出面 即是不要說任何一個測試 即是外面的測試網站 甚至我們 都未必真是支支鏡 會跟你試得這麼詳細 刻意去收到光圈 收幾級光圈去瘋狂試 是否漂亮 但是這個就是 我只可以說 現在的鏡頭也是這樣 其實我師傅有了解過一個故事 有一個網上試鏡的人 問Sony拿鏡頭 試過第一支有問題 問Sony拿地支也有問題 其實新鏡邊角鬼出現問題 然後問Sony 第三支 Sony說沒有 你的資鏡這麼差 我照出了 照出了報道 然後我們兩個都有用那支鏡頭 就發現原來邊角真的很大分別 所以其實QC是影響很多很多東西 當中 如果可以回答你光圈細 光圈細 怎樣成長好 其實任何鏡頭 最大和最小 中間應該是最好的光圈表現效果 不過我覺得你未必需要收到這麼細光圈 如果你擔心成長問題 可以嘗試 考慮賣一些漂亮的ND filter 在前面去減光 可能你也想是一個長時間曝光 其實現在已經很幸福了 ND filter 牌子又多 級別又多 貴又便宜 現在很幸福 很多選擇 其實現在的類型漂亮很多 以前 很多選擇 現在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什麼選擇 只有貴和差 貴不一定好 差一定差 貴不一定好 這個年代 現在就很多選擇 現在通常去到中價都已經可以很漂亮 沒錯 我不夠膽說所有便宜價都好 或者不好 應該都有些便宜價是好的 相對地 其實現在網絡世界很容易 很容易檢查到哪些好不好 所以其實他們這些容易做得好 是的 這樣 好 今次到這裡 謝謝Colin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回答其他問題 請訂閱 江挞 右邊 右имо 右邊 左邊 右邊 ours 左邊 右邊 左BA 左邊 右邊 左邊